八个中程药便宜又好用 但药店不想卖 建议收藏 从此小病不求人 第一个药是下桑菊颗粒 这个药是治风热感冒的常用药 其实现在人的感冒多半是风热感冒 单纯的风寒比较少 就算是风寒感冒 很快就入里化热了 所以说下桑菊颗粒就非常实用 如果你感冒流鼻涕鼻塞嗓子疼 头晕头疼 一看舌头舌尖红 舌苔薄黄 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二个药是牛黄解毒片 便宜得很 确能消一身炎症 用清热解毒散风消肿的作用 适用于食火旺盛引起的症状 比如说你有个嗓子疼 牙疼口腔溃疡 眼睛红肿疼痛 呼吸灼热 口气难闻 一看舌苔舌只很红 舌苔是黄的 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三个药是逍遥玩 这个药应该有人听过 什么样的人家里应该备上这个药呢 爱生气的人 你听这个药的名字 就是让人情绪开朗的药 它有疏肝健脾 羊血调精的作用 如果你平时总是心情比较压抑 导致肝气淤结了 肚子胀满不舒服 总是哀声叹气的 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四个药是饱和颗粒 像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了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三天两天聚餐 一不小心吃多了 肚子胀的难受 不想吃饭 还恶心呕吐 一看舌苔厚得很 多半是食指肠胃了 可以参考饱和颗粒 第五个是龙胆泄肝丸 这个药有清肝胆 利湿热的作用 肝火上炎和肝精的湿热下注都能用 像有的男性朋友 有大腿跟出汗的烦恼 还总是搔痒有异味 有的人还长湿疹 平时脾气比较急躁 多属于肝精湿热下注 可以参考龙胆泄肝丸 平时容易内巴骨下面 胀痛 稍灼感 耳鸣 眼睛容易红肿疼痛 也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六个是葛根禽莲颗粒 这个药有解肌清热止蟹的作用 如果你突然拉肚子 肚子疼得很厉害 马上就急着上厕所 但是到了厕所 拉的又不是很顺畅 大便比较粘 臭味比较重 肛门还有烧灼感 一看舌苔 舌纸红 舌苔黄腻 那多属于湿热蟹了 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还有个药叫三斤片 它的作用是清热解毒 利尿通力 像有的人出现了尿皮 尿疾尿不尽的情况 小便还有烧灼疼痛感 这多半是湿热下注膀胱了 到医院一查也没有明显的感染 就可以参考这个三斤片了 最后一个药是防风通胜丸 这个药就不得了了 有解表通理清热解毒的功效 中医有句话叫做有病没病防风通胜 像是平时有个头痛脑热 嗓子疼 小便黄 大便肝 风疹 湿疹 蛇指比较红 蛇胎黄厚的 就可以参考这个药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当然了 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觉得自己拿不准 还是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